为了让国道一号交通更顺畅 明代争取台中后里旧设路与三线路两座跨桥改建 总工程经费超过2.5亿元 不仅要拓宽 更要改善蹲注在国道路间的问题 让视线更宽阔安全 用路品质再升级 两座桥梁横跨国道一号 后里旧设路与三线路桥连接左右两边的道路 然而这桥面其实老旧又狭窄 地方明代就争取纳入国道一号后里 至大雅路段拓宽工程改建 今天举办施工说明会 预计8月开工 三线路本来现在但是因为双向 可是因为路都不宽 路都不宽 那旧设路更窄 那它其实只是没有画单行道而已 那事实上它就只有一台车子可以通行 除了老旧 两座桥梁原本都是RC结构 蹲注长期挡住下方国道一号的路间 无法在交通拥塞时间舒缓车潮 视线也受到限制 因此明代争取2.58亿元经费 原地拆除重建 重新打造钢箱形桥梁 无需占用路间解决挡路及视线问题 另外也将这两座原本4到6米宽的桥面 改建为10米宽 规划双向单线道 预计115年完工 当然这做就不简单了 但是要做到过的时间 是不是会能促进 不要让大家做什么 品质比较好的桥梁 材料比较好的桥梁 那比较好的桥梁做好之后 工期也会比较短 赶快 我觉得最重要是赶快把两座桥改好 我们会有一个优先顺序 三线然后就设 那大概9到10个月 施工期间替代道路大概多5到10分钟 也将寻求替代水路 农民不用担心农田灌溉问题 将对地方的影响降到最低